大陆男星王燕玲与老婆艾佳妮 于去年升格为家三口 近日她在节目中回忆了老婆生产的过程 某天老婆因为工作开始疼痛 然而当时是疫情期间 夫妻两的家人恰好不在身边 正好王后自己稍早打电话告知 她已经回到北京了 要是嫂子的生产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找她 由于双方是邻居 因此王燕玲立刻打给王赫蒂 随后对方全副武装 帮忙开车送夫妻两到医院 艾佳妮打了麻醉药就睡着了 王燕玲因为紧张 加上来回跑也不小心累的睡着了 不久后接到王赫蒂的电话 询问艾佳妮生了吗 她才知道原来王赫蒂因为担心 一直待在医院楼下不敢离开 等了四个小时左右 直到凌晨两三点累的劝不住了 才打电话给她 让王燕玲感到十分抱歉 这段故事感动众人 艾佳妮来网友纷纷大赞 王赫蒂蒂的好友 则任心关心暖男啊